真的是這樣子 我有一兩個餐序 這都取消了 大家就會覺得擔心 而且特別是在傳出來說 聯邦銀行的尾牙 City的這個公讀生 中標 然後同餐廳 在同餐廳吃飯的其他的 就跟那個不是同一家人 也染疫的情形之下 的確是會有人 其實會有不少的人 民眾會緊張 然後桃園市政府又宣布說 尾牙的餐 市府的餐餐會都取消了 那柯文哲就說他很掙扎 他覺得現在應該 還不到那個地步 那他就是呼籲說 大家趕快去打疫苗 然後推動這個疫苗護照 那陳秀熙教授 也在推這個健康通行證 就是說你打滿兩劑的疫苗 然後如果過了那個抗體下降的 比如說五個月 或是幾個月的時候 你有在打第三針 第三劑 那這樣其實對於大部分來講 那應該是安全的 然後相關的公共服務行業的 從業人員其實早點去打第三劑 就是提供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 那既然Omicron是 多半都是輕症 所以大家不用那麼緊張 請教你 你先等等 路透社有分析六個原因等等 行李一起答覆 說Omicron既然都是輕症 為什麼大家還怕呢 得了什麼了不起呢 六個原因 第一個他說雖然大部分 但是你的症狀 仍有可能非常嚴重 就是說有的人 特別是近期意大利 德國數據 沒有打疫苗者更容易住院 住進交後病房即死亡 就沒有打疫苗 因為還是有三成人沒打 那另外你可能會傳染給其他人 這是耶魯大學的這個 免疫學家講 你可能只會出現輕症 但是可能會把病毒傳染給 有罹患重症風險的人 就有些人可能就有風險 那另外長期影響不清楚 你現在覺得說短期 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會不會導致 持續使人虛弱的長期症狀 目前沒有多少機率會導致 現在沒有這個數據 但是大家還是不知道 另外就是藥物不夠 主要是這個輝瑞出產的 這個Pexlovid 好像還不錯 但是供不應求了 臺灣好像沒訂這個 臺灣都沒有訂 臺灣只訂之前的 那個這個一萬劑 那醫療能量受壓迫 醫院現在已經不堪負荷 那對美國大部分地區 還沒有到高峰 所以不斷的收治病患 打破紀錄 許多醫院被迫遞延 非緊急的手術跟癌症治療 另外這個是更多人染疫 恐怕意味著更多的新變種將出現 WHO的官員也這樣講 他說你不要說好像現在都輕 他會不會因為太多人染疫了 就會有一個新病毒出現 那老師說新病毒會更輕 但是這些專家好像也不這樣認為 老師這六個因素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這六點意見是專家學者的講法 所以很有專業很有情味性的 但是如果你看我的臉書 我的這些網友進來也問類似的問題 所以他們水準差不多了 這裡頭這六點只有第一點站在自己講 但第一點就是說 還有很多人沒打疫苗 兩三成沒打疫苗 那這些人重病的可能性 就稍微比有打疫苗的稍微多一點 但是因為是Omicron 他的比例 還是比Delta低 所以這些都是廢話 這些專家學者這個嚇人 我跟你講 剛才這個教育講過 這個Omicron在臺灣重播的很快 我聽了就笑死了 我剛好在講Omicron在臺灣重播的很慢 為什麼 當然是很慢 我知道很慢 為什麼 你覺得你同意他傳的很快嗎 很慢 為什麼會 六個禮拜才傳這些事物三塊嗎 為什麼 因為他們佛奇說 美國將來全美國人都會得 為什麼臺灣慢 我覺得有兩個原因 一個當然是漏網之魚 因為他進來厲害 跑掉也厲害 有些人兩三天就沒事 除非你量他的抗體 其實你去量他的那個抗原 已經沒有了 這有一個可能 第二個可能 就是我們臺灣的這些 平時戴口罩 洗手 這些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Omicron來到臺灣 一看 不得了 跑掉了 躲起來了 但他不是說口罩沒用嗎 N95或是兩層在用嗎 我跟你講 臺灣你們會戴N95 都這麼有效 不懂啊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怪這原來的口罩不好 是你們沒有戴好 所以你現在就馬上就要跳進去 非N95不可 錯了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